1600新機器時間 今天要來請教舒涵的是 最近股市對投資人來說 可能就像三溫暖一樣 昨天美股開高走低 揮達甚至失守100美元大關 台股今天開盤就下錯百點了 是不是很多投資人 心情也是跟著震盪呢 舒涵 確實 搭上這個真雲燒飛車 大家一定是七上八下 我們來看到 這個美股在昨天是開高走低的 而且其實稻叢一度 還升了將近500點 不過受到地緣政治 包括中東 烏克蘭情勢又緊張起來 還有美債殖利率 會不會一個反倒掛 現在可能會走向一個衰退的狀況 還有對AI熱情是否衰退 因為投資人非常憂心 對AI的期待值 最後沒辦法兌現 這個恐慌情緒 讓揮達是跌破100美元 每超微下殺超過20% 其實美股四大指數 全數都是收黑的 那當然我們看到 這樣子一個情況 背後的一個最大隱憂 就是對於美國的經濟 是否真的是要衰退了 現在摩根大通也出了一個壞消息 就是他們認為 美國經濟到今年底之前 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他們調升了10% 來到35% 現在勞動力走弱 其實較預期上來為 更加的一個劇烈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回到的是 台股的部分了 台股在昨天強談了700多點 不過那時候就有一個隱憂出來 因為我們的成交量並沒有衝出來 只有4000多億而已 那我們現在市場又聚焦 5個隱憂點 第一個台股的結構量價不利 再來融資減肥不足 其實我們還看到昨天又衝上來了 所以顯示很多人真的是不服輸 再來就看到指數漲 但是恐慌指數也飆漲 還有外資期貨 未平常進空單還是很高 離這個安全的2萬口 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那再來看到的就是 股旗雙市的逆價差勢擴大 顯示對未來還是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波動很大 對股市當然是相對不利的 所以我們看到台股今天是開低走低 最後走跌了425點 收在了20870點 一樣又失守了半年線 真的是站不穩 而且成交量一樣起不來 還是縮在了4000多億元 那麼台積電也跌破了900元關卡 下跌24元收在的是896元的一個價位 不過想要請教舒函的是 這幾天全球股市震盪 很多專家都直接說 就是因為日本央行決議生息惹的禍 但是你怎麼看呢 舒函 好 確實是這樣 我們來看到這個背後的因素 到底是什麼 其實前幾天也都持續有跟大家 稍微提到過 近日的股災 至少已經造成全球6.4兆美元市值 是蒸發掉了 專家就分析所謂的carry trade 日元套利的交易回補影響非常的大 主要是大家已經很習慣了 十幾年來日元好便宜 所以就在日本借出了便宜日元 跑去投資其他的市場 尤其日元弱勢之下 這個交易現在看起來 當然是穩賺不賠值 不過後來暴力升息了 暴力升息之後變成怎麼樣了 借的日元部分就要回補了 對日元需求上升就推升了這個升值的一個力道 所以等於是在全球抽銀根的一個狀況 現在我們來看到這種carry trade的案例其實蠻多的 之前在1990年代 亞洲金融危機也是一樣日元的一個關係 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個狀況 是加日元跟瑞郎的部分 而且現在日元到底要不要繼續升 我們看到公佈了會議記錄 其實短期內他們預計是要從0.1%到0.25% 而且有一些委員認為 日本的這個中性利率應該是落在1%左右 所以聽得出來態度是相當的鷹派 那未來我們該如何來看 今天日股走跌 日元走升 真的是一個多空激戰的狀況 未來觀察熱點就是熱前 到底在這一波能夠測出多少 再來就是美國的經濟 到底能不能夠軟著陸呢 這將會牽動日元後續的一個走升的一個趨勢 也值得大家繼續來觀察 除了股市在航空的產業動態 企業的最新布局是如何呢 再來請教舒涵 好 確實相信大家都對於航空業未來的發展 其實是欣欣向榮是看好的 我們也看到這個長榮的一個部分 首先我們看到長榮集團的部分 他們斥資了29.13億元 向長榮國際來購入 包括航情空除以及空運倉儲 其實主要就是要啟動下一代的一個購機案 當然整合之後發展也更加的有利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到 證交所也現在通過新宇航空上市案申請 而且有望第四季就會轉上市了 新宇航空董事長其實話也講得滿大的 他表示說疫情會是最後一次虧損 已經進入到獲利的時代 除了以上重點之外 歡迎掃描QR Code下載App掌握資訊 以上今天新經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